虽然胸肌是多数人最常练的肌肉,但也是多数人常常练不好的。 当你想把胸肌练得诱人时,军律性比唇大小更重要,那么想练把胸肌持续会卧推,这个训练交给你,只包括三个动作,所以不能只做卧推这一项,针对胸大肌的每个部分都好好领事很重要的。 我们可以从了解胸大肌的解头学开始,胸大肌被分为两部分,一是锁骨区域,也叫做上胸,还有胸骨区域,一具纤维的方向又可分中胸和下胸,虽然在做所有练胸动作的时候,整个胸肌都会一起启动,但针对特定的区域,还是可以对其加强的。 首先,你要知道,上胸纤维是向上长的,所以手臂向上的动作,会练到你的上胸比较多,中胸纤维是水平的,所以手臂平直移动的动作,能练到比较多,而下胸纤维是往下的,所以手臂向下的动作会练到的比较多。 根据这三种特性,你可以针对较弱的区域,挑选适合的动作,在我们开始前,你要了解建立良好的肌肉感受度是很重要的,不然你只会掠到辅助肌肉,而不是掠到胸大肌。 研究中发现,口头提示比没有提示,就能帮助运动员在握推时,多启动22%的胸大肌。 一些有效的提示包括,斜防肌下压,并在任何推的动作时,将你的肩脚收好,并不要只是想往上推,而是借由把二头肌相互拉揪而推起重量。 这样的动作正是胸大肌的主要功能。 动作一,上斜角领握推,因为做的时候肩膀缺身比较多,所以上斜握推会练到上胸比较多,另外也会练到其他肌肉。 这个练习放在第一位的原因,主要是为了加强上胸,并且多数人的上胸是最弱的。 做这个动作的好处是,可以让胸肌动作伴来较长,加强肌肥大的效果,还能有效启动上胸,还可以有效比免积掉持恒,因为双手推的重量一样。 动作二,杠铃握推,做这个是因为主要会裂到中小顶发展性厚度,一定要将这个练习纳入训练进化中,因为有超多的证据显示,才能有效的裂到胸大肌。 至于姿势,你一定能想到碰胸,并做完整动作,就像刚才说到的,这对肌肥大是有效果的。 但大家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,虽然感受度很好,但是却都练到了肩膀。 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,可以尝试做做杳铃的卧腿来改善。 动作三,双胆必须伸,这是练下胸的绝大动作,如果你做双胆没什么感觉的话, 可以尝试三岗的必须伸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